從這個出口處出來以後 一直往前走到這裡 然後往左邊 這個村莊看到其實現在的克里亞文貨 我們這個盧店 之前還保留到原來最初建造式的樣子 找到找到就這裡 這裡是這裡的 我們之前也玩過 當然因為他農場 他都沒看到 這個廢物 這個廢物有關 你看他就是吃自己的 哈嘍大家好 我現在在法國巴黎 今天我又準備去凡爾賽了 這次我要準備去凡爾賽花園 以及大特里亞農工這兩個地方 就把上次的沒去的地方補一下 這次我學乖了 把雨傘帶上了 你別看現在出太陽 他真的說下雨隨時都下雨 而且一邊出太陽一邊下雨都是有可能的 就前天 前天真的是一邊出太陽一邊下雨 或者是很暈呢 所以我這次學乖了 把雨傘帶上了 這次還是坐六號線 加上171公交車 所以整個過程我就不給大家拍了 那我就現在就往地鐵站那邊走 ok let's go 好多人擠都擠不上去 你看那邊還有一趟會過來 我又回來了 回到這個凡爾賽了 那裡去凡爾賽公 呃早上的時候啊 人真的很多 所以你們出來出來的時候一定要提前 一定要提前 要不然的話 呃很有可能坐不上車 因為我坐這個公交車擠都及時了 我還算排在那個前面呢 就我到的時候 其實有一輛公交車在那停著 但是根本就上不去 我等了第二輛才上去 所以啊 你們來的時候就一定要提早 現在我要去大特里亞工 然後順便看他的花園 呃就這個樣子 今天行程就這樣 ok 出發 我真的是有先鑑之旅呢 你看看他點上的烏魚 今天絕對要下雨 沒有帶的雨傘 今天就不怕了 他今天是在下雨 我也不怕 我有雨傘 呃特里亞農工呢 就從這個出口處出來以後 一直往前走走到這裡 然後往左拐 呃這個方向不是在這裡面了 這個是宮殿 然後是那裡是特里亞農工 這片街區呢 一看就很古老啊 你看這個地 都是這種的 哈哈 走在上面感覺挺割腳的 好就這裡了 先進入花園 然後再進入大特里亞農工 A few moments later 這個花園進不去 需要另外買門票 呃這個呢 是不包含花園 呃這個花園在平時啊 它是免費開放的 但是他在那個有噴泉的時候呢 有音樂噴泉的時候呢 就要收費 呃這個有音樂噴泉的時候啊 是從3月份到9月份 所以現在每天都要收費 呃 所以呢我就從這裡先去那個 大特里亞工 到大特里亞工之後呢 我再看情況這個花園要不要進 啊 反正我先過去 特里亞工有大特里亞工和小特里亞工 呃 這兩個應該都可以一起參觀 哦 這兩邊的樹真的好漂亮啊 給你們看一下 看看 這條道路是不是很漂亮 哦 鐵巴給他啊 真太漂亮了 啊 這裡就是門了 進來了 特里亞工就在前面 往前走就是了 然後你看看這裡 看這片草原 這邊草場 啊 太漂亮了 我覺得看到這個草場 能整個心情就好很多了 光看到這個草場 我覺得都挺值得了 就挺值得趕這一趟路 你看看是不是 不過這個是進不去的 因為這個地方用這個柵欄圍起來了 但是這個看著就很舒服呀 傷心悅目 就這裡面了 還要往前走 這個路還是蠻長的 從那邊 就是從巴爾賽宮的那個宮殿的路口到這裡 大概走十幾分鐘了 這個路還挺長的呢 所以你們一定要算準時間呢 我現在已經過十二點了 好在我的那個激活的時間是 一點之前 前一點點 所以我在十二點半之前都夠 就十二點四十分鐘之前 進來都沒問題 只是我預約時間是十二點 所以得趕緊過去 還有終於到了 將近二十分鐘才到這裡呢 這個是路口供電在裡面 然後那邊應該是售票處吧 或者檢票處 那裡面就是供電內部了 我先從這裡進去 那這個路口先了 從這裡進去 啊從這裡進 1668年的時候呢 路易十四國王呢 把這個特里亞農地區的一個村莊買下來了 買下來之後呢 把這個村莊改造成了現在的特里亞農工 這個宮殿呢 至今還保留了原來最初建造石的樣子 不過現在宮殿裡面的家具啊 都是拿破仁時期放進去的 因為之前的家具呢 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呢 很多都被變賣掉了 那拿破仁呢 其實並不喜歡放爾塞公啊 他對這裡非常討厭 但是呢 他在那個和他的第一任妻子離婚之後呢 在這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 西班牙語英語 好像沒有中文啊 這義道地語 那就是看英語的吧 哎不對這只有兩份呢 啊這map 這個是導航 ok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整個法爾塞公的那個地圖 像我們 像我第一次就來法爾塞公參觀的 就這一片 就這一景點 因為後面這個花園都沒參觀 而且這個花園是都包含在這個通票裡面的 需要另外收門票 所以昨天參觀這裡 然後這個就是特里亞農工的區域 就這邊區域 這邊區域也好大啊 所以今天參觀完這裡 這邊區域也不錯了 然後介紹的是從這個地方 46到60 最主要景點是這一片 看一下 你看 現在呢我們開始參觀 這裡是個長廊啊 哇哦 那應該是 鋼琴鋼琴的架子吧 看這個房間 我這家居現在看都很精緻啊 哇 我在當時看這個房間 這有多麼震撼 你看 現在看這個家具 你看看 看這椅子 看這桌子的做工 現在看都很精緻 更何況在當時了 好 然後是主大廳 那裡應該是一家鋼琴 你看底下有踩腳板的 你看下面都有踩腳板的那個東西 肯定是個鋼琴 嗯 嗯這也是一個展廳 這是一個接待書 看看 他寫的是教堂房子 我怎麼看也看不出像教堂呢 你看看 你覺得像教堂嗎 但他這裡寫的是教堂房間 那你看看 你看看出來之後就是一個這樣的長廊 然後長廊 你看這邊 噠噠噠噠 這裡就是一個花園了 漂亮吧 克里亞農工的法式花園 這個法式花園呢 和英式花園的最大的區別呢 就是對稱 你可以看一下 這兩邊都是對稱的 你看就連這個地方都是對稱的 然後這裡 是不是 它是極度的對稱 而且這個花園裡面種的鮮花呀 它都是用花盆先種好 然後再移栽放到這個地方來的 然後當時的國王呢 如果看膩了 他就會叫人把這個花盆給拿走 所以當時的國王還是挺會享受的 然後這裡就是噴泉了 看看這個噴泉怎麼樣 漂亮吧 當然了這個噴泉是以前那個時代的啊 不是現在的噴泉 它的噴泉的高度 肯定沒有辦法跟我們現在這種噴泉的高度相比 但是那個時代有這種噴泉真的是非常高了 你看看 那前面這邊也是一個噴泉 而且看這個噴泉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了 跟那個圓明圓的那個裡面的構造有點像了 是不是 圓明圓裡面不是有那個西洋圓嗎 我覺得西洋圓它就是應該是參考了 就是當時歐洲的一些園林的設計 所以看這個就感覺跟圓明園裡面的那個場景比較像 哦這裡路很難走呀 這應該是前幾天下雨下的 你看看別人的腳印 看這個樣子挺漂亮的這個花園 然後看看天空 還有這個小樹林 都挺不錯的 我覺得當時的國王還真的挺會享受的 你看看這裡的環境多好呀 前面這個地方呢就是一個人工湖了 從這邊我看可不可以下去看看 啊不行不行 這裡關 這關起來了 但是這個應該是對公眾開放的 你看看都有很多共享單車呢 還有好多人就坐在這裡 這個環境好呀 你看看 這個都是免門票的 這個地方是不需要門票的 你從這裡進來才需要門票 看看這裡環境多好 有那麼多人就騎公享單車坐在這裡 是不是很不錯 哇哦 這環境真的太好了 還有人在在湖里面划船呢 你看這又是騎自行車進來的人 這個是對公眾免費開放的 這環境真的太棒了 現在我已經出來了 然後準備去小特里亞農工 就這個方向 哦 這還有一個咖啡館啊 這咖啡館還不錯呢 是不是 這裡面就是小特里亞農工 看看 你看 這個小特里亞農工 是路易十五為了他的前夫 彭巴杜夫人所建的 但是呢 現在這裡面呢 更多的印記呢 是瑪麗皇后的 因為路易十六呢 把這個小特里亞農工 作為禮物送給了瑪麗皇后 然後這個就成了瑪麗皇后的私產 現在我們進去參觀一下 進來之後就是一個小的展廳 這什麼都沒有 就一個壁爐 然後一個冷物的書像 啊 上去可以 哦 這好漂亮啊 上去看一下 哇 這個房間好看啊 這個就是瑪麗皇后了 從這裡可以拍攝整個花園 看看 漂亮吧 這裡也有很多的油花 看看 全都是油花 這也是瑪麗皇后 這是當時的餐廳 叫一個冰塊呢 嗯 當時的呢 還真的挺會享受的 看看 哎 這個點心我吃過呀 在俄羅斯的時候吃過 白色的那個 那個盆子裡面白色的 你看看這個地毯也非常的好 這是用麻繩做的 哇 這是床啊 床怎麼這麼小呢 那個時候 這床還是卧榻呀 只是午休的地方吧 應該是 這個空間感覺像是一個監獄呢 你看看空間特別狭小 然後這裡有一些當時能穿的衣服 就現在來看這個衣服設計還挺漂亮的 是吧 看看 你看 受邀型的 設計很前衛呀 行 現在出去 下樓梯 從這個地方出去 哦 這是個台球室啊 以前呢在這裡玩台球 這個台球桌好像很大呢 還不錯 哦 這裡也有壁畫 那台球感那麼多 漂亮 現在從這裡出去 出去之後 往這邊走 就是花園 這個跟西班牙語一樣的Harding 西班牙語就是Harding 這個法語不知道怎麼讀 這是瑪麗皇后的農場 瑪麗皇后非常有意思啊 用現在的話來講 他是有一點離境叛道的那種性格 他不願被一些世俗的禮儀所限制 所以他把這個小特里亞農工 改成了他的一個莊園 在這裡呢養了很多小動物 你看看 看看這裡 大兒帶小兒 據說 據說當時還養了奶牛呢 當時養奶牛之後 瑪麗皇后還在這裡建奶牛积奶 過傳統积奶女工的生活 他們過的生活好悠閒呢 你看看 也沒人管他們 他也不用擔心被人吃掉 就一直養在這裡 吃了睡睡了吃 這個生活也不錯呀 哈哈哈哈 雖然瑪麗皇后的風品不怎麼樣啊 但是他的品味還是不錯的 你看把這個莊園改造的多好 我覺得小特里亞農工最值得看的 並不是那些展館 而是這個農莊 這個莊園 非常的漂亮 南天白雲還有青草還有綠水 是不是很不錯 然後這裡還有鮮花 前幾天下雨這個鮮花都被打掉了 看看漂亮吧 我們剛剛是從這裡逛了一圈過來啊 現在呢我們從這邊走到那邊去 這裡呢是一棵日本懷 你看這是一個日本懷 但是呢它寫了原產地是中國 你既然知道原產地是中國 你還叫它原日本懷 你這不是烏魯這棵懷樹嗎 然後往前走 去前面看一下前面的這個莊園 哦這個車子還可以進來呢 哦 上面有車子進來 哈哈 哈哈 這應該是在這裡面工作的人的車子吧 這棵樹呢是弗吉尼亞杜松 應該是拿破崙在修復這個園林的時候種下的 但是這個樹樹呢已經死掉了 曾經還作為銀杏片上的一個圖片呢 看看這裡 這個就是專門為瑪莉皇后舉行的展覽 就這個地方了 跟這個上面一模一樣了 這裡是個假山 從這個地方可以過去 哦這山上都有水下來啊 你看看 啊這裡面有魚呢 你看這魚還挺大的 這麼大 這麼大的魚 這裡有好多獅神的面像啊 你看 是不是 這個獅神的面像好像是瑪莉皇后的像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叫莉承酒店是1781年建造的 翻譯叫莉承酒店 不是這應該不是一個酒店 這也是專門為瑪莉皇后建造的 然後看看這個地方 住到這個房子裡面了 看這個外面的景色你看多漂亮 這個池塘裡面還有魚呢 好大的一條魚 這裡還有很多的小道哦 你看看這裡是一條小道 這裡是一條 然後這裡也是一條小道 我們看看這個小道是乾去哪裡的 這是去哪裡的 感覺有探險的感覺呢 哦這個地方太好了 感覺是來這裡探險了 你看 哦 這些木頭應該都是別人聚下來放在這裡的 這還有一些花 這個什麼花啊 你看看這什麼花啊 這還有蜜蜂呢 繡球花也不是啊 但跟繡球花很相似 你看看這裡一大片 好漂亮啊 找到了找到了 就這裡這裡這裡 這就是瑪莉皇后當年的農場 她就生活在這個地方 然後養了很多小動物在這周圍 所以她每天都在餵養這些小動物 跟當時的普通農場女工一樣 看看這裡的環境 看看 哇哦 這比較太棒啊 我覺得這個地方比凡爾賽宮還值得來參觀 因為凡爾賽宮呢 如果你對藝術不是那麼喜歡的話 不是那麼感興趣的話 可能會逛的比較無趣 因為那裡面全都是一些藝術作品 油畫啊雕塑啊之類的 但這裡呢全都是自然風光 還有傳統的建築 哦非常漂亮 你看看 看看這裡的環境 是不是不錯啊 在這裡拍照也好 來欣賞風景也好 度假也好 真的都特別的好 非常的棒 欣賞一下 當時的建築 當時的人住在這個地方 這麼好的環境 啊 如果在這裡有個船 在這裡面滑個船 真的太好了 當時的人太會享受了 隨處都能見到各種小動物啊 他們的鵝跟我們那邊的鵝不太一樣 你看看 他們的鵝是黑色的景 你看他們就這樣吃自己的 就不管我們的 像中國的鵝它會那個 就是它有領地意識 它就會看到你能來了 它就會追你 它這個它不會 它不管我們 你看它就是吃自己的 嗨 就吃自己的 不管別人的 在這裡走路的小心一點 這有很多爸爸 都是 最魁禍首就是那個鵝 看看這裡 嗚呦 啊這個可以上去 像燈塔一樣 它這個整個建築 我覺得是燈塔的那種造型 是不是 看一下裡面 能看清楚嗎 看清楚了嗎 這就是燈塔 我感覺就是燈塔 啊它這個樓梯是木製的 它這個樓梯木製的 它這一段是水泥的 然後那段是木製的 哎呀這個木製的 它都沒有怎樣保護呢 所以這個整個就 下雨時間長了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覺得這個還是密碼書 它這裡好多房子還在就是修復中 你看看這些房子 你看上面都有人在修復呢 這整個一片莊園真的太棒了 啊這個房子漂亮 你看這個房子 我們過去看一下 你看 有人在出草 這是當時的房子 你看這房子 這還種了鮮花呢 有圓丁在這裡種植 種土 這還種了什麼鮮花 你看看 你看它在那裡翻土 哎呀過這樣的生活也不錯呀 這個莊園裡面有很多這種小的那個小鏡 小道 然後你看他們在這裡面勞作 啊呀生活也挺好的 你看看 這是一條葡萄小道 你看這裡都是葡萄樹 這還沒長出來了 到夏天的時候就被長出來了 這個是什麼呀 石榴 這好像是石榴 你看這好像是石榴樹 對吧 這條道路是不是很不錯 我覺得在這裡拍照應該會很出片了 這有點像烏克蘭的那個 就是 愛情之道 愛情通道 就那個火車走的 你看看 這棟建築也漂亮啊 這也是個人工河 我覺得哇 這裡好多魚啊 你看看 這麼大的魚 它這個屋頂 它是用這種草 一根一根這樣草 好舊的 你看看 對不對 這屋頂就是這樣的 然後這是花園 這個花園都是人工修剪了的 很漂亮 這個屋頂也是 這是以前的屋頂也是這個樣子的 這也蠻好的 這個你看看 是不是 然後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上面的草應該是後來弄的吧 哇 這還拖拉機呢 哇 這個就是好漂亮啊 擺看不厭 你看看 站在這個地方拍照也應該非常出片的 站在這上面拍照 但是這裡進不去 看看 你看每一個這個小房子後面都有一塊這種菜園 當然他們種的是花花園 是不是很不錯啊 就每個房子後面都有一個這樣的小花園 他們可以種菜可以種花 就根據自己的喜好 剩下的時候這個地方開滿了鮮花 應該會更漂亮 哎呀我真的強烈推薦大家來這個小特里亞農工 比大特里亞農工甚至比那個凡爾賽工都要好 真的非常棒 而且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亞洲面孔的能少 旅行團基本上不來這裡 在逛凡爾賽工的時候 我那裡全都是團隊遊客 但是在這裡呢 基本上看不到團隊遊客 所以會親近很多 環境也更好 那你看看這裡這環境多好呀 小道河流 農場村莊 真的 就是 在鄉村生活 你能想到的一切這裡都有 今天的行程呢 差不多就這個樣子了 我現在準備回去了 凡爾賽花園呢 這次就不逛了 等以後再來巴黎的時候再逛吧 確實也挺累了 而且手機也快沒電了 手機已經沒電了 我現在是用Pocket來拍的 行 現在我就回去了 然後 下期視頻呢 再見吧 拜拜